我是王sir 我現在是在東華三院五藥魚夫人紀念中學 教四班數學 兩班中一、一班中三、一班中四 我反轉教學怎樣實行呢? 其實最主要是每個星期可能拍一至兩條片 不過在拍片之前我會先做一份筆記 跟著一份筆記就拍片 拍完片就會在第二天印那份筆記或功課 給他們回去看片做 通常上課一開始就會抽幾位同學出來 就會問一下他考考他究竟他真的有看片 一來二來就是他做成怎樣 一直都是一個星期一至兩條片這樣的模式 受用反轉教學之後 我在教學上有甚麼改變呢? 如果分課前課間課後 課前其實是要多時間準備很多 課間的話我可能會多了很多時間 跟學生有多一些交流 這件事都很重要 尤其是他們如果不肯答問題 我又不肯定他們會不會吃 但現在就可以多一些機會 令到我肯定他們會吃 課後的話我會說差不多 因為其實最主要都是看學生 都是照相看他有沒有做功課 因為剛才所說我要他看片 我都是有份功課要做的 我又有份功課知道他沒有看片 可能頂完就發訊息給他 快點補回 又或者其實我自己的習慣 尤其是那兩款方圓 因為方圓 想改善他們可以有多些自主性 所以變相我就要特意去他兩個課室 就是要他留下 快點補回 尤其反轉教學最大的困難 其實就是學生有些自主性越低 他們不看片 不看片會發生什麼事呢 尤其是我一開始就要看片 先要抱著一份功課 但是一抱著一份功課 就見到有些同學是避開那些看片的題目 我一開始都說快點看片 但發覺那類型的同學 都是不肯看片做的 到最後一個地步就是 那些問題我會特意是說 你要看一條片才知道 例如剛才所說面積或體積 你要看一條片才知道 這個長科研究竟到底是什麼 那個高是什麼 給他一條題目 但是有些隱藏數字 一定要看一條片才知道怎樣計 蔡馬會反轉教學先導計劃的 反轉學校支援服務 我想最大的一個幫助就是 有夏Sir幫忙 因為其實一開始雖然說 我之前說拍了一些DSE片 其實我一拍片上面都有些經驗 但是這個真正實行到課堂 我又比較少經驗 夏Sir可以分享很多他的經驗 包括他剛才也有教 說用那些Skology 或是Class Dojo 這些APP 他介紹完之後我都會試一下去用 令到我可以更加強化我的教學 其實在拍片 就是拍片教學這些 其實拍片就很容易有錯漏 通常我的做法就是 可能拍一兩句停一停 好好 拍一兩句停一停 好好 就是iPad和iMovie 就組成一堆 其實那個位置錯 你可以再收拾 你會有辦法 可以不斷地改善自己的拍片技巧 還有其實我也看到 如果對一些自主性高的學生 這件事是對他們很有幫助 是的 他們會學快很多 而且他們會更加肯去挑戰一些難的題目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實行這個反轉假學